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感恩节的声势这个课文讲了一小段 今天一开始我们把这一小段简单的复习一下 就接着再讲下面的课文 It was Thanksgiving Day 就是感恩节那一天 Pete was dead broke Pete这个人是身上一文不明 As usual 同往年一样 But he did what he had done for nine years 不过他今天还是像过去九年他所做的事情一样 又做了那件事情 吃得饱饱的 这个意思 下面就是讲他去吃饭 虽然是身上一文不明 还是像九年来一样 今天又是吃得饱饱的 怎么吃呢 He went to the park 他到公园里去 and waited for the old gentleman 就到那里去等待这个老年人 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第一次就用这个old gentleman 前面就用了一个the 那么意思就是说九年一来就有这么一位老年人呢 老绅士 常常在这天行善 给这一个快饿死这个Pete吃一顿大餐 所以在英文里面呢 从前呢 常常这么讲 如果是第一次提到某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呢 一定要用A什么人 第二次再提到他就要用the 可是我们这里一反常态 这个old gentleman 前面这一段从来没有提过 一开始就用the 这个各位要想到 没有错 大作家做的哪里有错 合情合理 就是九年一来就有这么一个人 一直有九年了嘛 你看这是第十个年头 所以这个old gentleman 是在这个Pete心目中 老早见过九次面的那个人 虽然我们这个课文里面第一次提啊 Pete脑筋里 老早就有这个人 第二段 each year the old gentleman took Pete to a fine restaurant 每年 each year the old gentleman 这位老绅士啊 took Pete 就带着Pete to a fine restaurant 到一个很美好的餐厅里面去 and watched him eat a huge thanksgiving dinner 把他带去以后 就是坐在那看着他 watched him 看着他 eat 吃 这个看着他吃 有一个特别的交代 那就是说 自己不吃啊 就看你这个惨鬼 看你吃的样子 什么样 我来看好了 所以他每一次都看着他吃 不是两个人一起吃 watched him eat a huge thanksgiving dinner 一个巨大的 thanksgiving 干恩节的晚餐 Pete had always been hungry Pete这个人啊 一直都是 不断的 就是天天都是hungry 很饥饿的 Pete had always been hungry 这是个什么时代啊 过去各位都学过了 那就是 过去完成式 Pete had always been hungry but this year but this thanksgiving was different 不过 今年的感恩节 确实不同 不同在什么呢 年年 这个老头子 老绅士 请他吃饭 他都饿得不得了 一年都快饿昏了 吃这么一顿 给饱上三天 今年呢 确实不同 下面呢 就是要交代 今年为什么不同 所以这个文章啊 写得好快 这个 就是说情节 进展的好快 下面一端就讲到 Pete had just eaten a wonderful meal Pete这个人 刚刚吃了一顿 美好的饭 wonderful wonderful本来是 令人惊奇惊讶的 在这里呢 就是吃了一顿 好饭就好了 那么好到什么程度 我们也 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 一定吃的是wonderful 那就好得不得了了 才叫做wonderful 所以这个 过去完成式 had just eaten 怎么用过去完成式 我们前面不是常常讲吗 过去完成式 都是在一个什么时间之前 曾经做过这个事情 可是这一句话 他把他简化 光用一个过去完成式 后面没有了 可是我们心里面就想到 那么今天来见这个old gentleman之前呢 他已经吃过一顿wonderful meal 这个意思 你可以想象得到 所以他能够想象的东西 他就不要再把它重说一遍了 重说一遍 这个文章啊 除非是为了赚稿费 那么可以多数几个字 不然的话 那这个文章 要写的美 就不需要那样 所以 Pete had just eaten a wonderful meal before he came here 如果讲这一个话 那是当然可以了 有头有尾 交代得很清楚 那么但是 文章就不太简洁了 it began with oysters and ended with plum pudding it就是这一顿wonderful的meal begin with begin with就是用什么什么来开始 你不要认为 有的人呢 读英文呢 就是迷了俏了 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听到过 老师讲begin with begin后面用with 记得了 这一辈子记得 begin后面用with 别的都不能用 不是这个意思啊 begin也可以用from 从什么地方开始 begin from chapter one 我们从第一章开始 那么用什么开始呢 就是拿什么东西来 或者是用第三册书开始 也可以讲 但是也可以讲 从第三册一直讲下去 那么就用from 那为begin from book three 那从第三册开始讲下去 那个意思就是说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就接着讲了 如果是begin with book three 那个味道有一点不同啊 我们用第三册开始 一个第三册读完了 不一定要读第四册 第五册 可能第三册读完 就读第六册去了 所以在这里讲 begin with begin后面不见的 百分之百都用with 但是常常用with 就是用什么开始 我们来用你的这本书开始好了 你今天带来这本英文书不错 我们不知道用哪个 英文书给大家来读 自己带一本来 你所喜爱的 我看你这本不错 let's begin with your book 用你这本书开始 都可以 it begin with oysters 那么在这里是吃这一顿 wonderful meal 开始的时候 用这个oyster开始的 那可能是茉莉汤 and ended with plum pudding 最后吃的是 plum pudding 那就是梅子的布丁 吃得很好了 但是如果只交代这两句话 那有点交代的不清楚 开始吃oyster 最后吃布丁 那么就不知道这一顿饭 丰富不丰富 所以这句话 不能够到此为止 他下面来个in between 这两个字用的好妙 in between 在这个之间 在开始用oyster 在结尾用plum pudding 在他之间 in between 还上了几道菜 he had turkey turkey是火鸡了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 he had head当什么讲 对了 你还能够记得吧 我们在上一年度讲的时候 我想你还记得 这个head 常常当吃讲 在这个之间呢 他还吃了火鸡 potatoes 马铃薯 马铃薯好像不什么高贵的东西啊 但是外国人呢 他这个马铃薯就像我们中国人吃米饭一样 那不可缺少 pomkin pie 那就是南瓜饼 因为在感恩节的时候 大家都吃pomkin pie and ice cream 还吃了冰激凌 所以这一顿饭呢 他吃得真好 可是在哪里吃的搞不清楚啊 那么他来见这个老头之前呢 今天吃了这么丰富的一餐 下面还要继续的来交代 the meal had been a surprise 这一顿饭呢 曾经是一个令他惊奇的事情 surprise 怎么惊奇呢 下面就告诉你 这顿饭是怎么吃来的 on the way to the park 那是不错了 他是到这个公园里去 要去等这个old gentleman去的时候 就在这个路上 on the way to the park 那么他可能还早去了一个钟头了 老早饿得不得了了 早一点看到这个old gentleman早一点去吃饭 那还好 他在他 到公园去的路上 Pete had passed a brick house 他呢 曾经经过了一个brick house 一个砖房子 意思就是说 砖房子可能是 大户人家所住的地方 所以才用砖做的房子 一般人呢 都是用木头做的 或者是用土啊 用这个草做的房子 这些地方呢 都不是很有钱 在这里特别说一个brick house It was owned by two old ladies 这栋房子呢 was owned被动于泰 被谁所拥有 那叫个by It was owned by 看到这个被动于泰 我就请你告诉我一下 这个被动于泰是什么时泰啊 对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被动于泰就是过去式 那么这个房子 过去是由两个老太太所拥有的 two old ladies 过去我们曾经学过 被动于泰 希望各位学了以后 你们都不要忘记 因为英文里面 这些于泰最重要 每一句话一个于泰 每一个都不少 像这一段 the meal had been a surprise had been 过去完成式 下面一句 on the way to the park 这不是一句 这是个片语 Pete had passed a brick house had passed 你看这两个字 又是过去完成式 这都是他遇到这个 old gentleman之前 所发生的事情 it was owned it就代表前面的房子 was owned 就是过去式被动于泰 所以你看每一句话里面 它都有一个时态 所以时态最重要 也是我们过去讲文法的时候的重点 大致上 所有的这些时态都跟各位讲过了 以后我们再讲一些 那么就是说 在句子里面 另外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就不是时态的东西 因为时态全都讲过了 every thanksgiving day 每一个感恩节那天 they send a servant out 他们就派一个 servant 一个用人 outside 到外面去 这句话又是什么时态 看时态就看 they send 就看这个send 一个字就够了 这是个什么 现在简单式 怎么刚刚用过去 怎么突然又来个现在简单呢 那么正好需要这个 因为every thanksgiving day 每一个感恩节那一天 每年都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的习惯 凡是讲到习惯 就用现在简单式 你看完全对 所以这些地方 就是各位读一个故事的时候 你知道 过去学的东西 真是管用 一点都不错 the servant was to stop the first hungry person he saw and treated him to a beast to a feast the servant 是用人呢 was to stop 前面讲生字的时候 曾经各位简单的讲一下 was to干什么 就是过去里的未来事 如果你记不得的话 你就把这几个字写在旁边呢 was to 最好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两个字合起来 才是过去里的未来事 在过去 或者是三年以前 就要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未来 was to干什么呢 这个用人呢 就要出去stop stop就是阻挡着 阻止着 the first hungry person 第一个饥饿的人 所以在这里啊 交代的很清楚 这个 hungry person 不hungry的 还不要阻止 吃得饱饱的 那就不关他 让他去 那么这个饥饿的人 是哪里来的呢 he saw 那么这个用人呢 所看到的 他看到哪一个 饿得不得了的人 他就把他请过来 and treat him to a feast 而且招待他 一顿大餐 treat一个人 to一顿大餐 不要忘记这个公式 pete happened to pass by then 这个by then呢 在这里就是 不要到 到那个时候 是就在那个时候 by then 就在那个时候呢 pete happened to 碰巧了 就是经过那里的一个人 而且他又是 饿得不得了的人 and he was called in 他就被叫进去了 被动语泰 各位看到了吗 was called 就是被叫进去 他呢 不是在饭店里请客 是就在他们家里请 now pete was so full 这一段呢 马上就不讲 在这两个老太太家 怎么吃饭 被叫进去了 下面呢 不说你也知道 就是进去吃一顿大餐 开始的时候 吃的是什么 oyster 最后吃的 plum boudin 那这些 前面都交代很清楚 让他倒装过来说的 这段就讲到 now pete was so full 现在呢 pete是如何 如此的饱 so full 他呢 he could hardly walk could是能 hardly是几乎不 中国话 遇到这个时候 两个字翻过来讲 他几乎不能走路了 吃得这么饱 这个人 他应该留点肚子嘛 这个人这么傻 他知道还有一顿可吃的 他又害怕 万一找不到那个old gentleman 他不是就吃亏了吗 大概是这种想法 所以他也不愿意 留着肚子再吃一顿 he saw the old gentleman 他看到了这一个old gentleman 这个老绅士 这个人呢 coming toward him 正向他走过来 he wanted to run the other way 那么这个pete呢 现在肚子里吃得饱饱的 看着这个人来了 又要招待他一餐了 怎么办呢 he want to run 他就想跑掉 the other way 就是捡着另外一条路 跑掉算了 but he was too full 想跑又跑不动 为什么啊 肚子太大了 吨位太重了 中间呢 又跑不动 因为too full吃得太饱了 来不及跑 the old gentleman was about sixty years old 这位老年人呢 大概是六十岁的样子 he was very thin he was very thin 这个人六十岁 而且呢 身体非常的瘦 he was very thin his hair was whiter than it had been last year 他的头发 was whiter whiter是白 whiter是更白一点 他的头发比较更白了一点 than it had been 比那个头发 hiter的头发 had been曾经是 last year 去年呢 在今年之前 就用过去完成式 他的头发啊 比去年那个样子啊 曾经是更白了一点 那这个人老得很快 he seemed to lea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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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要依靠 更要依赖 lean不是前面讲 生字都讲过 那就是靠在什么地方 lean more是更靠 on his king king是一个拐杖 他手里面组个拐杖 今年看起来啊 更是依赖的一个拐杖 依赖的厉害 意思就是说 老胎隆肿的更厉害一点了 第三耶最后一段就讲 good day he told Pete 他见了Pete以后 就给他打招呼 说good day 日安 祝你日安 he told Pete I am glad to see 他说今天呢 你来了 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 I am very glad 高兴 to see that another year 又过了一年 这一年 finds you healthy 又发现你啊 还是这么样子的健壮 今天呢 我很高兴看到你 过了这么一年呢 看到你还是这么样子的健壮 that alone is reason 单独的就是那一件事情 你年年身体都这么健壮 就够 give a thing 感恩的了 我们 那么一个月一个月的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 都能够生活得非常好 身体这么样子的健康 没有疾病 这些都是上帝保佑的 所以呢 我们就应该感谢上帝 那么你呢 这一年你的身体 还是一样的好 单凭这一件事情 alone就是单凭这一件事情 is reason 就是这个理由 to give a thing 就够感恩的了 今天我们这个感恩节 要好好的过一下 因为你这一年来身体还是这么健壮 now come with me 现在你就跟我一起来 好不好 I will give you a fine dinner 我要给你吃一顿大餐 fine dinner 不但大餐 而且是美好的一餐 品质还非常好 是这个意思 第四页上面第一行 就讲到 that is what he said every year that is not 是 what又是一个简单的用法 还是把那三个字带进去 that is the thing which he said every year 上面说的那句话 那就是他每年都曾说过的一句话 九年来都是说的一句话 the words have always been music prepared 这句话写的更有意思 the words 上面所说的那几个字 就是说你的身体很好 现在我带你去吃饭吧 the words 那些字 had always been 在过去几年来 一直都是music to Pete 对Pete来讲 都是听起来好像美好的音乐一样 马上就有一顿大餐了 but today he heard them with pain 今天这个句子写得很有意思 他说今天呢 he heard them 他听到了这些字 with pain 带着痛苦听的这些字 啊我带你去吃一顿美好的一餐好吧 现在就跟我去 听到这个就有点害怕 所以听的时候with pain 因为他今天肚子吃得太饱了 已经吃得很饱了 Pete was about to tell the truth 前面讲过这个片语 to be about to 就是旧药 可是这个旧药又是用的过去 过去里的将来是 Pete在他听说那几句话以后 他本来就要讲实话 tell the truth then he saw the old gentleman's eye 可是在那个时候 他突然就看到这个老年人 老绅士的两只眼睛 两只眼睛啊 虽然老太隆中啊 两只眼睛啊 却是非常的有神啊 they were bright 他们非常的光亮 they were bright 充满了亮光 with the thought 这个眼神里面呢 就带着这个思想 with the thought with就是带着这个thought 这种思想 什么思想呢 of giving pleasure 要提供一些快感 提供一些愉快给别人 在这个感恩节这一天呢 他要提供一些愉快的事情 给别人 那么这种眼神里面 充满了这种快感 所以呢 这个Pete就不便讲 我刚刚吃过一顿了 这样子的话 就使他非常失望 所以Pete said 下面一段就说了 Pete说 Thank you sir 谢谢你了先生 I'm very hungry 我现在非常的饿啊 我要跟你去 They went to the restaurant they had gone to for nine years 他们就去到这个饭店 They went to the restaurant Restaurant就是饭店 这个饭店后面呢 省掉了一个关系代名词 就是which 或是that 这个饭店呢 They had gone to 应该讲 which they had gone to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都可以省略掉 They had gone to 就是他们曾经去过的 又是过去完成式 因为是在今年这以前的九年 所以都用过去完成 所以这过去完成式 还是蛮有用的 They had gone to 他们曾经去的 for nine years 一定是九年一来啊 都到这一家去 A waiter said 那么到这一家以后 就有一个逝者 端菜的这个waiter 就说了 Here comes the old guy 啊 你看这个老家伙又来了 Here comes 这是一个直接的引述句啊 放在引号里面 所以就不能用过去式 当时他就讲的 现在式 所以把这个当时讲的话 现在把它引述过来 Here comes the old guy 啊 这个老家伙 这个老年人啊 又来了 你看 来了 这个盗装句啊 Here comes 这里呢 就是先把here放在前面 本来应该叫 The old guy comes here Here comes 什么人来了 这个意思 Who trees the bomb 那么这个一盗装过来啊 后面用个who比较方便 真好 所以把他颠倒过来啊 真是容易用这个who 因为这个who啊 要跟这个old guy连在一起 Who trees the bomb to a meal every thanksgiving 这个饭店里面那个waiter 已经都认识他们了 所以他讲这个老头子啊 每年都招待这个bomb 这个无赖汉啊 to a meal 招待他吃一顿大餐 every thanksgiving 又来了 the waiter 第二次讲的这个waiter 就把他前面加个the 这位逝者啊 keep the table with food 就堆满了这个桌子啊 with food 用食物给他堆满了一桌子 好像这个盘子一个 叠着一个似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了 当然是都摆在平面上 peat side and begin to eat 今年不同啊 这个堆了这么多的食物 peat side 还没有吃以前呢 先叹口气 哎呀 怎么堆这么多呀 我的天哪 这个意思 and begin to eat 还是开始吃了 no hero ever fought more briefly through the ranks of an enemy 这句话比较不容易了解 吃饭怎么样是要想作战呢 那这里啊 就讲到作战了 跟敌人打仗 怎么打的呢 这里讲的no hero 天下没有一个英雄 没有一个英雄 ever是曾经fought打仗 这个fought f-o-u-g-h-t 怎么来的 各位晓得吗 是fight f-i-g-h-t的过去时 他说 那么这是过去 叙述过去的事情 这个bomb一开始吃饭的时候 他说 这么表现的这么英勇 没有看到一个英雄啊 曾经打仗more briefly 比他更英勇过 给谁打仗呢 through the ranks rank是排列的 一排一排的 of an enemy 一对这个敌人 那敌军呢 敌阵里面 这个rank就是敌的阵地里面 一排一排的敌人 through就是出生入死的 在里面打仗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英雄啊 在出入敌阵打仗 邀他这么英雄的 邀他这么勇敢的 more briefly 比他更勇敢的 没有看到过 意思就是说 他都吃得饱饱的了 看着这些食物 就像他的敌人一样 可是还是要对敌人作战 作战的非常英勇 表现的非常君子风度 还是狼腾虎咽 让对方啊感到 那么这一餐请了对方啊 实在是滑得来 他吃得这样子的高兴 所以一年来没吃过这么好的一餐 可是他刚刚吃过那么好的一餐呢 所以他还是表示那么好 真是君子的风度 火鸡也好 排骨肉也好 汤也好 vegetable素菜 排一定是南瓜饼 all disappear 全部都给他吃得光光的 又是一扫而光 所以表现得非常良好 让这个对方这个old gentleman看到 看在眼里觉得 哎 这一餐呢 我请得非常值得 这个人真是饿得要命 饿了一年了 就不知道 他是刚刚吃过了一顿大餐 下面 after another 一个钟头以后 pete sat back pete就坐回来 坐回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他刚刚坐在座位上向前面 凑到前面去吃东西的 吃完了以后 那么要享受一下了 把这个身子向后仪 靠在椅子背上 叫做sat back the battle had been won 这是过去完成式 被动以害 这一场的战争啊 已经被打赢了 the battle had been won thank you kindly sir thank you是谢谢你 kindly是仁慈的 和蔼可亲的 谢谢你 神先生 谢谢你 为什么要是一个人 都是for for the fine meal 为了这一顿美好的一餐 he said 他说 the old gentleman carefully counted out the money 这个老年人呢 carefully很小心的 counted out 在生字里面我们讲过 他把钱慢慢地数出来 交给对方 叫做counted out the money slowly he paid the bill 慢慢地他就把这一个账单给付了 payed就是付钱 付什么呢 the bill bill就是账单 slowly 慢慢地付 这些都是负词 我们在上一期书里面 刚刚讲过负词的用法 我们在这里一块出现了很多 carefully是负词 slowly也是负词 在上面我们还讲了好几个负词 所以负词在英语里面很重要 我们在讲负词那一刻的时候 各位就看到 一句话里面 有主词有动词 剩下来的很多就统统都是负词了 所以下面呢 就讲到 then they parted at the door 然后他们就parted parted分手 在哪里分手呢 at the door 在这个大门口的地方就分手了 as they did each year 这种分手啊 就好像他们 did 地里所做的 这个s就是像 像他们所做的 正如他们所做的 each year 每年 前九年 每年都是这样做的 the old gentleman went south 这个老绅士啊 就向南面走去了 peat went north peat就向北面走去 文章写得好简单啊 可是 那么把这个故事的经过 交代得很清楚 前面一端就讲到 peat turned around the first corner peat这个人呢 他呢 向北面走 turn 然后就转弯 这什么地方转弯呢 around the first corner 那第一个转角的地方 又赶快转一个弯 怕这个老年人 大概老生是看到他 他赶快转个弯了 就到别的小街上去了 stood still for a minute 他在这个小街上啊 stood still 静静地 直直地站在那里 for a minute 只站了一分钟 就受不了了 他已经要把 这个吃的东西 赶快要吐出来 大概是 吃的太饱了 但是又不便 给那个old gentleman 让他看到 看到以后 我请你吃的东西 你又把它吐出来了 心里难过 所以强忍着 赶快转了一个弯 then he fell to the sidewalk 然后他就摔下去 跌倒在这个sidewalk 人行道上 So an ambulance came 警察也很快 很快有一个ambulance 就是救护车就来到了 Pete and his two dinners went to a hospital Pete还有他的两顿晚餐 一起都送到医院里去 这些画家讲得很俏皮的话 大作家他就讲 这个人带着他的两顿晚餐 went to a hospital 到了医院去了 an hour later 一个钟头以后 another ambulance 另外的一个救护车 arrived at the hospital 又到达了这一个 hospital 就是医院 在这里顺便给各位讲一下 这个arrived 是到达 到达这个字也不是这个机物动词 也是个不机物动词啊 到达什么地方 还得加个at什么地方 arrived at the hospital 就是到达了医院 就不能将arrived hospital 那是不行的 我们平常看是看不出来的了 这个你就是一个一个的读 而且字典上可以查得出来 它是不机物动词 那么这是到一个小地方啊 就是arrived at一个小地方 如果到达一个大地方 arrived in New York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到达美国 地方大就是in it brought the old gentleman 这个救护车 又来的这辆救护车啊 是把这个老年人也带来了 这个老绅士也住院了 这个两个人真巧啊 都住到一个医院里去 这个人呢 吃的太多了 太饱了 住院了 而这一个old gentleman 是怎么搞的 他也来住院 就看第五页上面 还有一段 就把这件事情 交代得很清楚 Pete overheard a doctor talking to a nurse Pete这个人 本来是 那么倒在人行道上 被抬过来 可是在这一个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就overheard 无意间呢 就听到a doctor 一个医生啊 talking to a nurse 对一个护士 在讲一件事情 讲什么呢 他说see that old gentleman over there 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老绅士啊 over there 那边呢 就是在那边 那个老绅士 你有没有看到啊 the doctor said 这个医生啊 又说了 you wouldn't think 你不会想到的 that was a case of near starvation 那是一个case 医生啊 讲它是一个case 就是一个病例 他说 这个老年人 到这个医院里住院 他是这么一个病例 it was a case 什么病例 of near starvation 击击乎乎的 near就靠近了 starvation 饿死了 这个老年人 都快被饿死了 你看穿的 还一贯粗粗的 那他还不知道 他还出钱 刚刚请人家 吃了一顿晚餐呢 他自己都快饿死了 怎么会造成 这种状况呢 那医生啊 就下一个定论 他说这种啊 一定是proud old family 在作祟 那就是说 一个非常有荣誉感的 一个老家庭 proud old family I guess 我猜想 一定是一个 很虚荣的老家庭啊 这种老的破落户 本来过去很有钱 现在去讨一点饭吃啊 问人家药一点 没关系啊 但是为了自尊心呢 任凭饿死 他也不像人家张口 不但不像人家张口啊 这个医生呢 还不知道这回事情 他还请别人的课 he told me he hadn't eaten 他告诉我 told 这是过去事 后面就用过去完成 he hadn't eaten 他 在他告诉我之前 他已经没有吃饭 for three days 三天都没吃饭了 还拿这个钱 请这个Pete来吃饭 所以他刚刚数钞票的时候 数得这么慢 心里面真是痛啊 我把这个钱呢 几天没吃饭 省下的钱都给你吃掉了 我自己都快饿死了 但是还装着一份啊 这个很阔气的样子 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做 做人呢 不要太虚伪 这是一段很有名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这是O Henry所写的 有些人可以说 他是谁 是有点摁 是不是 是有点是 感谢 球 有一点 也 这个 带来